总统立委大选倒数冲刺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召开了记者会 指控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李博弈 与未成年女性在招待所饮酒 行为引发了争议应该要退选 而民党团则反抗 这次对手李梅珍利用黑道威胁女子的母亲 来抹黑李博弈 李博弈同时也要提告对手诽谤 国民党利用暗黑势力介入选举 大丸两面守法 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 手拿着看板上写着黑道抢救李梅珍 为了是帮同党立委候选李博弈 澄清对手抹黑的部分 李博弈被国民党团开记者会指控 与未成年女子在招待所里喝酒有争议 李博弈除了暗铃申告国民党成员之外 民进党团同时出示女子母亲的赖对话 只是因为对手选情告急 利用黑道逼迫女子的母亲造假 极力抢救中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发言 也就是说这位所谓的帮派分子 她在跟当事者的母亲 在沟通对话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有表明 她的目的是要抢救特定的候选人 当事者的母亲对当事者说 四海老大请我去喝咖啡 这些事都不是我愿意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竟然会这样子po出来 民进党团除了指控李梅珍涉嫌抹黑之外 民进党议员郑梦入也指控李梅珍在两年前 买下位于汉神巨蛋周边摆平的豪宅 房子的总价值超过三千万 在财产申报上却仅提报一千三百万 财产申报不实要选民看清楚 东森新闻初闻配在高雄报道 警戒 五缶 陈兵 第二 等 neut responsibility 每天